这警方则是破获了一个暴力讨债集团 嫌犯平常都自称是嫁当嫁低 但是却嚣张犯案 乔丽明目向不特定人士进行敲诈勒索 还受托讨债 被害人只要稍微不从 就会烙人前往他们的住处 或是工作地点骚扰杂店 还强压被害人严刑拷打 暴力讨债集团成员各个凶神恶煞班 来到被害人营业场所 霸卓强占空间 一般客人根本不敢上门 店家当然也无法营业 警方获报前往集团成员根本没在怕 现场还跟远景大声呛瞎 霸卓戏码不断上演 小吃店还有餐厅 被害人不堪其扰 警方调查 相信主贤和友人共组暴力讨债集团 平常自称是嫁当嫁低 乔丽各种欠款迷目 向不特定的人实施敲诈勒索 也接受委托帮忙讨债 甚至将被害人强压到租屋处严刑拷打 胁迫签下本票还债 恶劣行径一桩桩 日前其中一名成员和某社区大楼管理员 发生冲突而受伤 嫌犯就以逃取公道 以及索取医药费为由 动员成员包围社区抹黑造谣 警方经过搜证 分别在嫌犯的住处以及车内 起出了大批的帐刺棍棒等犯罪证物 一举将这个集团瓦解 也让被害人可以稍稍松口气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